請各位等一下 看一下留言 聊天室 大家聽到請回答 幫忙測試一下 今天還是來補充一下昨天的一些新資訊 網路上其實陸陸續續有一些還蠻清楚的資訊跑出來啦 可能大家第一天看的時候只是看個表面啦 那事實上呢 從前幾天 前幾天公布的這些照片 其實還有一些玄機是要等到比較清楚的照片 才大概知道說官方之後有什麼動作 或是說目前的新商品 它有哪一些地方是值得注意的點 海恩 可能大部分 偷跑的關係齁 照片偷跑的關係其實不是很清楚 那這一次就來補充一下 海恩 不要再補充一下 好了 欸 沒有 包括說得至 Huh 事實上 同行 楔 那目前的話 我在那邊的消息還蠻多 都是SIGG系列 跟後續的SS 還有一些是比較特別的 好 比較特別的 等一下再補充 那我先大概針對講一下 前幾天公佈的這一款 SIGG系列的JETFY 這一款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會認為說它是L級 事實上它是官方另外制定的大小 是SIGG特定的Commander Class 以前的Commander Class是那種小級別啦 那這一次的Commander Class是 大小會在29公分至30公分左右 是比官方制定的L級還要再高 那目前看這一款 因為目前是有官方公佈的比較清楚的照片啦 我這樣看下來之後呢 我覺得這支我非常非常期待 因為它沒有任何偷交的問題 那麼大隻的玩具居然沒什麼偷交啊 那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它的售價會稍微偏高 台幣這樣算下來應該會超過3000塊 大概會3000塊左右 其實相當於MPM的價格 但是它畢竟是尺寸在30公分左右 所以有點類似之後第三方或是說P.O.掌上出的一些放大版本的玩具 那這個東西不但放大 它其實細節也不馬虎 其實你看轉到背後你會發現說啊 幾乎是MP系列的等級啊 就說MP說真的比較 找不到這種偷交的地方 像包含這個被捕 然後這樣說它的一些特效件 跟玩具的一些完整度啊 其實這一款我真的是覺得說是目前戲劇系列表現最好的一款 以目前的照片看下來 嗨安安 這個是不馬虎的啊 如果說你們本身是G1的粉絲 這一款我覺得你們一定要熟 目前這樣看下來的話 這一隻真的很精彩啊 因為完全沒偷交 然後加上說就是非常非常還原G1的設定 再加上說它的尺寸我覺得應該大家不會失望 其實我們通常看到應該就是這邊會偷交嘛 大腿內側偷交啦 或是說剛才被捕的地方偷交啊 這一隻一律沒有 而且很多是細節啊 這個部分我覺得分射上也很精彩 嗨安安 然後這個背包其實你們看下來會覺得它很雷沉 但事實上它是一個馬甲式的零件 所以這一款我是覺得會比較像是 馬甲 這個並不算是玩具上的定義上的背包 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加上說它這一邊 也沒脫交 因為這看得出來應該是腳跟吧 應該是腳尖的部分給它往內側 這一隻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薦啊 我就算沒看到食品我真的是推薦一波 那當然它還是有一些比較有問題的地方就是 應該是沒有腰轉啊 我是覺得應該是沒有腰轉 那其他部分我是覺得還好 那槍的部分呢 等一下可以講一下 這剛才講的那個應該是馬甲變形的其中一個吧 它可以裝面罩 這個部分在EW系列的天火其實就玩過了 這一次的天火是更還原G1的設定 那還有這一個 這個部分應該就是它馬甲上面的一些小配件啊 我覺得也很精彩啊 就是看不太出來哪裡有偷交啊 嚴格上講起來應該是在這邊吧 但是其實也 我是覺得也還好 那這一款的砲呢是左右合併 也是非常紮實啊 其實目前這樣看下來我都會差點以為這是第三方的玩具欸 海安 我會收MP45啊 45那個 在這一款嘛 我就今天要講 其實我會收啦 但要說之前我還是要必須說一下我個人的感覺 網路上有 熱心的粉絲整理出來 跟之前的MP21 就是第一版的大王鳳 跟這一次的MP45 這樣高下力判吧 我相信應該各有各的推崇的粉絲啊 如果是以正面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說MP45這一次正面真的是做到極致啊 那MP21之前的版本的話呢 其實它還是有些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它強項並不是人物的還原度 我反而是它的玩具的整體性啊 那這一次的MP45就是犧牲整體性 然後去追求更還原的玩法 這個部分我覺得就看你們個人是 喜歡哪一種 我個人是會比較喜歡21的完整性啊 但如果說是45的話呢 它背後的確是非常非常的碎 目前這樣的方法 我真的是覺得說有一點可惜啊 那當然講那麼多我還是會收 那另外的話呢 是車型載具的部分啊 其實21MP21這一款大眾甲殼啊 其實會比較適合 比較符合現實載具的金龜車 那這個MP45呢 是比較符合卡通 巨王卡通裡面的金龜車型態 我覺得這是做到最極致還原啊 所以可能對其他玩家來說會比較琐碎一點 好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因為畢竟他攻的地方也不太一樣 然後包含之前的MP10搭配21 跟之後的MP44搭配45 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說是有進化 但是你讚嘆之下呢 我覺得應該算是 MP10跟21是比較符合現實載具的大小 那44跟45反而是G1型態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如果你們沒有收過10號跟20號的 21號的朋友的話 其實44號跟45號是更還原G1卡通的比例啊 這一款的話 我覺得是情懷向的玩家會比較適合 那如果說你們本身是剛入坑的話 我還是會推薦10號跟21號 應該是說這個部分 其實你看很多KO廠商也是把他KO了好幾遍啊 這證明說這個模式有 有他的商業價值啊 即使你出KO版還是會有玩家買單的意思啊 那當然44跟45的部分呢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看玩家自己去 看你們個人的需求吧 因為畢竟這兩個東西啊 其實加起來都是破萬的 比目前的10號跟21號加起來都還要再貴 大概貴個1到2倍左右啊 目前這個應該是今年的9月 應該就上架了 所以大家可以等等看 那感覺電影風格加上G1人物身上啊 其實這就是Masterpiece的宗旨嘛 就是他把那個 以目前最新的玩具製作水平 用在G1的變金剛玩具上面啊 這就是MP系列的追求 那他這一次追求到這個44號跟45號 我是覺得有點走火入魔了 我反而是比較喜歡10號跟21號啦 因為他這樣的話其實載具方面我覺得 不會太瑣碎 人型方面其實也做到平衡 那這一次我是覺得平衡有點打壞掉啊 我覺得應該是 小玲紅點 故意的 那他風格實在是太 太碎了 那人型的部分我覺得這沒什麼好講 他只是 把他做一個重新的塑造 人型可能可動上會比較好 這部分是還好啦 最後的話 這是大龍鋒設計師誰 設計師應該是小玲沒有跑啦 因為他那個風格實在太明顯了 那至於是 有沒有其他設計師我就不清楚了 他目前的售價是日幣的13000塊 我相信這個部分還蠻多人在砲的 我先大概講一下日本的一個售價 的標法 有一些人可能不太清楚啦 看到13000就馬上槍口就對準他了 我覺得這樣也不太公平 裡面附的人物可有可無啊 我覺得人物一定要附 因為他是有駕駛艙的 我昨天有講 就是他這個 21號他是不能把人放進去 但是45號這一次呢 他的載具是 有駕駛艙 人是可以放的 所以他要附人 好 重講一下 你們看一下這一個 MP45號的這個 二版的大黃蜂 他是9月下旬發售預定啊 但是呢他這邊有寫 Maker kouriki wo kakaku 這是寫說是那個 商品的最小 零售價格 是13000塊 其實台幣換算下來大概 3000是3500左右啦 那我這邊一律是以日幣去講 那當然目前台灣的價格 是有出來了 目前是訂在2900 我覺得還好 是還好 但是當時我們看這13000 是覺得說這個很不可思議啊 因為你要知道喔 這個MP45在出來之前啊 我相信這一款 當時應該有收到 不少玩家好評吧 這一隻太陽蚊啊 在差不多兩年前的12月下旬啊 他的 最小的零售價格也才12000 12000喔 你知道這隻其實 目前的評價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台 結果這一次的MP45 他這樣的完整性 他居然賣到比他還貴 而且尺寸比他小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是要看你們個人是 怎麼去想吧 因為這個畢竟是售價的部分 這個並不是日本的定價 這不是定價 所以他之後會調整 一定會更便宜啦 那我相信這一款的幅度會更嚴重 因為他目前這個13000 我真的是覺得有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因為台幣目前這樣看下來 其實這 這個再貴再貴應該也不會超過日幣1萬塊啊 所以我是覺得還好 這個一定會下修 所以大家不要被13000給嚇到 還是買你們覺得最喜歡的一台 但我本身是比較推這一台 如果說是13000的價格 你們不如就買17年初的這一款 這一款真的是經典中的經典 好另外的話就是補充一下 昨天稍微講的這個海洋堂 對不能變形的啊 OK 這一台的話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目前看這個G1的柯博文啊 他這個是追求極致動感啦 這個我覺得海洋堂他也算是進化啊 他包含這個身體曲線啊 跟他的細節啊 基本跪地啊之類的 而且重點還很飽滿 這一隻的話我真的覺得說還不錯啊 然後以目前的價格來看 其實這一款算是有點偏貴 如果以這個山口式可動的玩具來說 但是這個並不是山口式玩具啊 因為你們看一下 他這個應該是之後有做一些調整 他是另外一個系列的 目前這個價格是落在日幣的7500塊 台幣算下來大概2000多 稍微偏貴一點 但我覺得這一隻還算蠻值得 所以大家可以再考慮一下 那另外的話是補充 那個 目前是 這個系列應該是35週年系列 他應該不是圍城系列或SS系列 所以先跟大家說一下 應該是新的 應該35週年的 復古系列吧 應該是 目前這一個是 Star Convoy 就是那個 新陳柯博文跟這個 Amanda Convoy 那個劍隊柯博文 目前的消息啊 這一款的話其實我也不用特別講了 這個你們看得出來是之前的天然系列 Must的那個 Power of Pride的柯博文去改模的 但是他改的幅度有點大喔 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這一隻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 你們目前看下來 這裡面應該是另外一隻柯博文 只是目前這個還是灰魔狀態 所以不清楚 那變形的幅度 我是覺得應該差不多啦 只是他這邊是有改 他的背後其實是有改 偷膠的部分沒有那麼明顯的 因為當時這邊是偷的非常誇張啊 OK 那這一隻的話應該 變形方式是跟之前的柯博文差不多 是有附貨櫃的 是馬甲變形 不對 不是馬甲 是一體式變形啊 所以這一款我覺得初五 我一定會買 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 當時的這一個 旁邊這一隻 Amanda Convoy 劍隊柯博文 這一款啊我覺得他們目前還沒有全部公開 為什麼會這樣講 你們注意看 這邊是手欸 所以他應該是有貨櫃的 而且他貨櫃是可以跟他做一體合體啊 一體性的合體 所以這一隻其實是公佈一半 這一隻的話我覺得我個人會非常期待啊 這一款 目前這樣看下來 其實他這邊是一隻手掌 所以他有可能下半身 還沒有公佈 所以這一隻的話 有可能是明年初會發售 所以目前這一款 我們知道一下就好啦 這一隻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啦 因為目前看的這個資訊啊 讓人家振奮啊 這邊藏一個拳頭啦有沒有 當然有可能是其他玩法啊 這不一定 好啦然後最後來補充一下官方的 Cyberverse 變形狂動畫 最新動畫的一些新系列玩具啊 滿滿的玩 那個 滿滿的 馬甲 玩法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要看你們玩家個人吧 我個人是不會買單啊 不過我是覺得還蠻新奇的 就是把之前的科普文配上這個 各自對應的 角色 把它當做馬甲使用 那當然有一些 比較經典的像是天王星跟 密哈登啊 還有相互對應的馬甲 我覺得這個可能可以互通吧 可能級別相同的部分可以互通 這不一定 然後還有天火的部分 也可以跟對應的馬甲合體 這個我覺得也是互通 這個並不一定說是天火專門的 可能是對一些比較喜歡這樣玩法的玩家來說 會比較新奇啊 但我個人是不會吃 我是覺得看看就好 然後還有這個Skybite 天殺也是 有它互相對應的馬甲 這個玩法是很新鮮沒錯 但我覺得 就是 有一點 脫褲子放屁啊 我是覺得還好 重點就是這玩具脫膠 脫得太離譜啦 所以我是覺得還OK啦 但是大黃蜂的部分 真的還蠻新奇的啊 然後它既然是跟戰艦合體 嗯 而且合起來我是覺得有一點 有這麼點意思啊 收不定之後有個馬甲 它是出個下半神 這個 我覺得以玩具來說 這個玩法是會蠻新奇的 但實際上呢 我覺得 實際上 還是要看你們個人 是不是喜歡這樣的玩具 我個人是會比較推崇的是 SS系列跟戲劇啊 這也是官方目前最推的 一款系列 戲劇系列 那當然MP系列的部分 還是要看你們個人 是不是 真的很 喜歡這種G1型態的角色 那當然以這種 玩具來說呢 以目前的消息 可能之後還會 有些新的補充進來 因為那個 變進到35週年啊 是即將在 那個 Ikebukuro 在 池袋那邊 開展 所以你們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再自行關注一下 那邊的 變進到35週年的一些資訊 那再加上說 紐約那邊 也有一個玩具展 我相信這個部分 其實大部分 都會移到紐約那邊 但有一些應該是重疊啦 所以 之後的訊息呢 我這邊看到 我再補充一下 好啦 差不多了 我看一下留言 可能有一些訊息 跟之前差不多 所以我這邊是 稍微提一下就好 還有什麼嗎 還有什麼嗎 設計師 沒去設計合體系列啊 呃 這個不一定欸 我覺得那個是 孩子寶跟 Taka Atomi 本身設計部門是 有區別的 有區別的 因為看得出來 這 產線是完全不同的設計啊 然後 MP系列的話 之前是 那個 呃 小玲嘛 然後再來是 聯警啊 他們首席設計嘛 那當然 風格上 差很多啊 但是 當然也就是帶動之後 MP系列的 呃 一些粉絲啊 的好評啊 但有一些是 負評也有 嘖 好 我是覺得 設計師真的還是要看 嘖 他們的功力啊 那當然 呃 以官方的 設計水平來說 我覺得 他們要設計出這種玩具啊 其實 很多時候 都是需要時間的 那另外的話 當然有些第三方 跟KO廠商 他們 有時候也有一些 新的設計師 像包 比較 有名的應該說是 那個 威將 跟黑蘋果 黑蘋果的這個 改造達人啊 當然 他比較不像是 呃 官方定義上的設計師啊 他比較像是說 優化 那當然 一部分也是自己 開腦洞啊 然後另外的話 是UT 當時 的設計師 那位設計師 應該是中國人 我記得 是中國人沒有錯啦 只是 我一時忘記他的名字 好 那另外的話 應該就是 最近 比較知名的 那個 Toy Ward 新進的設計師 之前是在 黑曼巴那邊 沒談好 那設計師直接跑到 那個Toy Ward那邊 然後他設計出來的 騎士 柯博文啊 也是跌破大家眼鏡啊 OK 你就知道那個其實 玩具的部分啊 設計師真的是 錢捨不得啊 真的是不能省啊 你看那個出了一些玩具 你看到 後面拍的一些照片啊 都是 恨不得就是玩家 趕快把錢拿出來 再甩他臉上 啊 這個部分我覺得還是要 還是要時間去磨吧 因為 畢竟我覺得官方還是最穩定的 那第三方的話呢 有時候還是要等等看 那當然 目前我是最期待這一款 系列的 啊 這一款 高度大概會 會在30公分啊 會有點高 那至於他的重量 我覺得也應該會頗重啊 因為目前這張照片看下來 其實我看不出有任何脫掉的地方 啊 好啦 差不多啦 想知道星辰科部門的大概list 星辰科部門就是那個 你要看日版的那個 星語 大概Cyber 那個時候的 comboy 好像是 這個部分我不太清楚啊 他好像是死掉之後 他又 他又復活嘛 所以他那個標題是 Return of Comboy 就是那個 康寶的復活之類的 我不曉得當時的中文翻譯是怎樣 反正他是復活 他又再次復活 然後他的 標題變成 Star Comboy 這個部分 還有後面的 艦隊系列 就是 微星傳說 這個部分可能你們要 找一下資料 因為畢竟我沒那麼多 時間去 研究啊 反正他玩具出什麼 我覺得正底就買 那如果說你們 因為補課的話呢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去找一下網路上的資源 好啦 超可動的科普文大概多高 目前的消息啊 應該會在 15公分左右 我印象中好像是15公分啦 也沒有說非常高 因為他這邊 他這個保護器啊 其實 其實是工定的尺寸嘛 這個後面這個噴罐的高度 其實大概也就是15公分左右 所以這一款總身高 其實他們這樣公布 其實 這是官方的V級 大概15公分至16公分 然後他的可動度 我覺得應該是 不用擔心啦 大家可以考慮啦 好啦 那還有這個問題的話呢 再麻煩大家留言 我這邊摳的部分 也麻煩幫他補充一下 那以上就是 玩具展的一些補充資訊 還有官方後面出的這個 馬甲的 Cyberburst 沒有核金啊 海洋場他們不會出核金的啦 OK 那玩具的部分 我目前講的這些都沒有包含核金 包含 如果說是MP系列的話不一定 這部分還不清楚 那當然 要核金 我覺得你們還是 等更詳細的資訊出來再說 因為說真的 玩具 我覺得變形剛需要核金其實 是需要他們的龍骨 可以上一些核金 還有一些容易斷的關節上核金之外啊 我覺得變形玩具基本上不太需要核金啊 說真的 如果說你們真的想要重手的話呢 可以收以前的玩具 以前幾乎都是滿滿的核金 玩具卡通看想買到黃鋒 買 買起來 雖然說我沒有在追 好啦 差不多了 那今天實況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那就祝各位晚安了 掰掰